本周新闻家要 108年新住民子女海外陪例计划 以民主行动服务强力宣传 彭宪新住民走访港口 宣导废游不入海 移工点头如倒算 台东首届移工 中文演讲及摄影比赛 等你来挑战 台湾灯会登上国际舞台 两花灯前进大马展出 南传佛教文化特展 反见东南亚佛教文物 一窥千年历史文化 成品邀你捐书 祝新住民也可尽情长阳书海 欢迎收看NIA News 目前全台新住民人数已超过53万人 新住民子女约有41万人 由内政部新住民发展基金 补助办理的新住民子女海外陪例计划 已迈入第五个年度 已有766位新住民及此子女获奖 本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期望新住民及其子女 透过母国文化体验 扩展多元文化视野 成为台湾未来的国际人才 为协助新住民了解内容 移民署除了设置咨询专线外 也利用行动服务列车进行宣传说明 报名截止日期至108年3月22日 简章及报名表均可于新住民 培例发展资讯网下载 澎湖县政府环保局 为提升外籍渔工海洋污染防治观念 特别聘请翻译人员实地走访各渔港 包含离岛七美河及贝地区 向渔川川驻以及外籍渔工宣导 渔川上或出海作业时 勿将垃圾、废水或废油丢入海中 并将其溪回岸上处理 违反者将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3条规定 储刑台币3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法环 切勿以申施法 并请船主协助约束船上作业人员 更同维护海洋环境 培养正确环境保护官 让广大的海洋环境更美好 谢谢收看我们下周再见